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杀了他有奖励 我看了对手是什么水平啊 63的胜利 大家觉得我能得到我们家 狂不得风大哥的奖励吗 这首棋要我们走得凶残一点 考虑一个牛头滚走法 对方不是两头蛇吗 那我两个马比较难受 怎么安排一下子 冲冲兵上正马 这个其实我们从开局到中局 非常一个优秀的判断 那么冲冲兵上正马 再冲冲兵从中路 这是我们从开局到中局的一个思路过渡 将来这稍微一走就打车 对方有可能看不着 当然这种看不着可能性比较小 万一看不着 就有奖励 对方毕竟神一杠二 这一拱冰 对方这个棋必然是要把我的中马踢掉 不踢你往哪走啊 这个马 你还想过河 过河会被我方子力围剿的 他这个马想过河攻杀 他这个会被我方退居 对对方马进行围剿 两个两个 两个 最好是进马踩 没有别的办法 他在想这边进马行不行 必是不行 我立刻会退居 他等着往这跳的时候就废掉了 吃 他肯定是要进马踩啊 这马 吃 但是没有别的 没有别的选择哈 谢谢我们男人孤心不孤身的温暖之池 看一名名小花卷 吃 先进底炮 刚才说的是退居吃马 那不骑吗 有打死车的骑 不能吃 一会儿白白你就看明白 你看我这没文化的 我要不要考虑进居抓个 炮 吃 虾谱虾谱是吗 对吗 我念的对吗 吃 对方吃马 我一摆炮 进居是要杀得起 进居是要杀得起 对方必须把炮走开 这样的话 我方需要飞个像 避免对方对我方 底线进行攻杀 虾谱 虾谱 感谢虾饭不虾菜 他们家清哥 笑姓什么 当然姓笑了 你个小渣渣 我叫笑笑不姓笑吗 笑渣渣 这都不知道 这点常识都不懂 进居将对面推势 我方这一砍 这个棋要爆破了 进居将 对方退市不行 百居砍是死棋 对方得摆炮 我再一砍 百居砍炮爆破了 这棋 他只能百居砍炮 要不然我百居砍 这个炮 他就废了 他想偷杀我 两个事解杀 这个棋 我感觉我要赢了 我感觉我还行 百居砍 对方一退 百炮一将抽居了 朋友们 你看看 对面被我抽居了 这怎么说 这棋走得精彩不 精彩不 临死 临料临料 把车还给抽了 对方心态爆炸 不会再走了 临料临料 把车给抽了 有效不 叫杀一步逼出将 把这个边再吃了 这个棋还不认输 还在顽强抵抗 来 上个将 再摆个将 就没了 临料了 都不认输 非常精彩的棋 送给大家 喜欢大家喜欢 刚才有朋友说 有没有打 有没有吃马的棋 简单说一嘴 吃马的棋 还清狂哥 这棋比较简单 谢谢我们家用户 切一棋要打个的办卡 因为比较简单 我这个棋我就没讲 吃 敢吃的话 对方有一部摆炮的棋 谢谢我们家帅气的 狂不得风 打个又一架飞机支持 主要是这有个摆炮的棋 你这来不了 这来不了 不如打死了 这棋 不能吃这个马 不能吃马 这个棋要知道 我们家达康书记 关键是不是 因此选择了古兵 这个棋 其实比较简单 因为这个炮很容易看